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簡介 其實在今天的行程會有三段 就是我們會先上山 然後再上山找二個地方 可以吃一些東西 然後就開始下山 然後下山之後呢 我們會找一個地方去做身體的訓練 或者一些呼吸 或者是跟大自然的一些環境的一些 一直上去 然後結束之後呢 就會再走另外一條路 是非常快的 然後就回到這裡 但是在那個時間 就是可以大家聊聊天的時候 然後我們第一階段 我希望做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之前發了一個 這個行程安排 行程安排 所以第一段 我們在走上山的這一段 我們是不講話的 是敬遠 所以盡可能不要講話 然後第二段呢 我們在吃完飯之後呢 我做了一個練習的簡稱叫追蹤 就是希望可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們去發現你們身體的一些信息 或者是把一個信息集中 一個關注點集中在身體的一個部位 然後再follow那個部位 然後一直走完第二個階段這樣子 然後才去做第三段的一些練習 然後 因為今天天氣有點熱 所以 我們都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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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 對不用著急 然後還有的是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這一段路 就是因為 不是我們啊 其實是我 為什麼我要選擇這一段路 因為我們之前定義這一個 嗯 什麼意思 英文廣東話 軍生政 關生政 政 很多S 對 關生政 是因為 我們希望在這個活動 這個行動研究裡面 以步行為 為一個行動 然後同時在不同的空間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其中有一個空間是關於墳墓 然後一個空間是關於一個很長的水堤吧 然後還有山上 這樣子 還有第四個應該是城市 然後那我 這一次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發現欸 有一連串的村 就原居民的一些墳墓 那我們會經過那個墳墓 就感覺一下那個 那個氣場是怎樣 然後山上 這山路是自然就會發生 然後另外一段我們會經過一個水庫 水庫有一個好像大概150米到一 100到150米的一個長體 那我們可以在那邊 我們會做一些生活練習 然後去感受一下那個長體 水跟自然空間之中 還有我們身體的一些發現吧 然後 然後還有關於城市的 就是我經過那個監獄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 我沒有試過這麼靠近監獄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好像可以延續一些 未知的東西在那裡 對 我把游用的速度 游用手呼吸是怎樣的 還有速度的 比如說跳舞的時候是怎樣 估計的 原來這些跟爬山都好像不是直接有關 原來我平常的參考 在這時沒有 或許是不是我沒有用 但是我不曉得怎樣用 沒點參考 所以那則好像我今天早上我想 可能就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平常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一個參考才可以了解 雖然這個參考 我們不是很明確的知道它是什麼 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也可能它是從小 我們長大的環境是什麼 它已經在我們的這個殘意識裡面 潛意識裡面 就是我們不太發覺它的存在 但是參考每一份靈藥都在影響我們 去怎樣去對外在做一個反應 所以我今天就在想 如果用昨天爬山作為一個 我是怎樣去慢慢去找回我自屬的參考是什麼 然後如果我找到的話 如果我找到 當然我會覺得 那很有意思 然後我可以用一個怎樣的方法 讓別人知道 因為其實我跟你說的時候 你也在建立在另外一個參考上去理解 我說的話 然後這個對於表演來說 我是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每一次我們表演的時候 不是都是希望白天 在想正 然後就想正事 然後 然後我在想 到底我現在 在今天雖然是我日常在走的 就是我常常會走個山 或者是這個正事對於我來講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 在這個正事裡面其實我觀察到什麼 然後我發現 其實我昨天沒有很能聽到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因為我其實都在聽你們 這麼多個人的狀況 或者是我在 因為我會發現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 當我在initiate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 我 我會 稍微會把我自己的 呃 在 我自己 我會稍微少一點 在意我自己 嗯 我會相對會在意別人 更多 這習慣是 就是 好像就是 伴隨我的個性 還有 也許 成長的一些 呃 東西 所影響的 所以我很關心 但 當我initiate一些事情 我會很關心 別人 不是關心 關心我自己 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可以分享自己 用過 虎虎勇的 就是 很好使的一些方法 虎虎勇的 一些方法 對 就是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哈哈 好好用 好好用 好好用的方法 哈哈哈哈 好好用的方法 好好用的方法 對 呃 有的關心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有一件事都要說 欸 有時呢 我覺得 除了你是 除了說 你是在 只是很用力的 在專注在一件事情上 或者你也可以去 隨著那個意識不停的 在跑 在流動的時候 你 你跟隨那個流動去看 這是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只是 啊 一定要focus在尾追 一定要怎麼 或者你一直在一邊走 因為走路的時候 你在 在這個旅途中你去 隨著你的觀察 然後 只是去聽 然後去回應 還有的是 不 也不需要很 很著急 對 對 這樣子 好 先動動十分鐘 大家 要我們去 去 去 好 謝謝 阿明 阿明 因為我會 我會 我會在想 我平常的爬山速度 會很慢 因為我昨天 一開始 我是 我是嘗試放得很慢 對 在我的 在我的經驗來嘗試 嘗試放得很慢 呃 因為我怕一旦我快了 你們就會急了 對 所以我是站在你們的角度 去想我的速度 但是我也會在想 但是我也會在想 後來我就覺得 欸 其實 我需要一個 我是一個整個 所以在那個過程之後 吃完飯之後 或者 我就會在想 欸我想 知道到底我是有多快 然後還有在快的時候 我平常的速度的時候 我的肌肉的感覺是怎樣的 然後我的呼吸的感覺是怎樣的 所以後來我就有一段是自己一個人走了 然後結果就提不到你罵我 哈哈哈哈 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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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 對 嗯 所以我 我常會會問我自己 其實 我可不可以不在一個事情當中 我可不可以在一件事情當中 正在進行的事情當中 我可以比較平衡的去 關注事情 就是我既關注你們 但是我的 我也既關注我自己 是相對平衡的那個狀態 當然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要求 或者很理想別的 就是五時五時這件事情 是不是很 太理想的 或者太 太極端的理想 那我會 嘗試會問這個事情 因為 我會知道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的心在不在 我自己的身體 還是只是 我是在放 放在別的位置 在想事情 對 這個對當下老講 我是覺得 他是不平衡 或者他是有欠缺 我是這樣覺得 嗯 然後 但是我也師徒在想 後來走到後面 我一直在想 嗯 其實在這個正式裡面 雖然是 呃 定了一個卡山 或這個路程 然後 可是 呃 每個人都有 他們都是獨立的個體 在參與這件事情 然後 他們也是 就是 可以用他們自己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正式的事情 然後 無論是 那個狀況是 呃 是一種 當下無法接受 或當下很刺激的狀態 但是它還是一些 你 從這個正式當中 可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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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發生的一些事件 可以發生的一些事件 讓我們方式 它跟我們自身 有什麼關係 所以 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在想 欸 到底我 我們在未來的這四個 四個月或三個月裡面 或者是說 我 對我自己的practice 跟 研究內容上 我要怎麼去挑戰我自己的身體 也不能說是挑戰 是 我要讓什麼樣的一個正式 去設定我這個身體的行為 去發現一些東西 去感受到一些東西 那如果我覺得爬山已經變成一個 我 十二為常的一件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它也許也不足夠 讓我去發現我的身體 或者是在另一件事情上 我需要再加更多的 呃 在正式上的細節 去發現我身體的可能 或者 它 它有沒有一些字感 或有一些內容是我 欠缺的 對 這是我 我很 很想 在 在如何設計這個框 框底下去 問我自己 可不可以再更 更 更多東西 所以 但是如何設定這個正式 其實 我是沒有什麼把握的 所以這個一點 反而我會很希望 在這個群體裡面去 去找到更多 呃 在設定方法的 或設定這個框架的一些要點 所以我第一個部分是 我是希望 欸我可以去參與不同人的 practice 我去在他們的框架裡面 去找那個設定是什麼 那之前我去參加水池的 其實我沒有這個想法 或者說我就開放 就進去上 然後上來是什麼 但是我 我現在在帶著這個思考 的話 它的改變會是什麼 這個是我想 對我想 再重訪那個 那個practice的時候 的一些東西 的一個潛入 或者是一個思考的一個潛入 然後是剛才的事 我會去上一個 就是去 即便有摺權道 的一個 東西 因為我會覺得有時候 我用的文字 並不是我 為什麼我這樣講 我心裡面會覺得 那些文字是借過來的 就是比如說 剛剛我跟何彥鴻聊天聊久的 我就會借他的文字 回來再聊數字的事情 或者跟 欸 Joanna 跟其他不同的人 我就發現那些文字 不是我的 然後我就在想 我不可以 我什麼時候 會把那些文字 變成是 我自己的文字 但是那個東西是 是感性的主題 或者是不是那種 很理性說 它變成了一個 我說話的方式 但是那個方式又 相對比較 有 有我自己的韻味在裡面的說話 方式 的文字 而不是 好像可以借來的 因為你 可以這樣講 因為 比如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學生聊天 然後聊到半路 我就突然覺得 很奇怪 可是我覺得 他講話的方式 好像不是很對 然後就說 你講話的時候 你是從哪個書哪來的 然後那個學生很厲害 他把那個書名叫出我了 我是從哪邊的書 說出來的 哇 你背書變得很厲害 因為他是一個習慣背書 所以當他講話的時候 就會有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會在想 其實我是不習慣背書 但是我習慣聽著講話 所以當我用力聽的時候 我會覺得 那些東西 就慢慢就 記在我的腦裡 所以 但是那個好像也不是我 是別人的 所以如果 我覺得一個 research 或者一個 一個研究 我會在想 欸 我什麼時候把 我看到的書的文字 或者是我聽到別人講的話 或者是我們分享 什麼時候它變成一個 我用內化的這兩個字 就變成內化了 然後再 再 再 再用自己的韻味 把那些東西說出來 但是那些韻味是代表 把你自己內化的文件 或者這個是我所形容的 把文字不會變成是廢戒了 然後第三個東西我想說的是 關於 關於 連接的這個事情 因為 這其實一直 翻 這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提問 就是 當然 你可以去 用 用 就是我 因為 我一直都有一個提問 就是說 我在做我的作品的時候 我常常會問 欸到底我能不能 我的作品的信息 能不能連接到觀眾 或者是他們能不能感應到 我的東西 我想說的東西 或感應到一些事情 所以 同時我有覺得 療療術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就是 它可以 用 用身體移動的方式來去感應到對方 會感應到不同的東西 而那個感應是非常 非常特殊的 但是 確實在我的 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是好像一直都 缺乏 這種 連接 跟觀眾的連接 因為以前 尤其我在學校裡面 我們的連接就是 就像現在的KOA 就是不停的在說 欸 等等等等 就是不停的在給自己 然後我又回到 那個所謂的 5050的評論當中 就是 到底我們的連接 是否可以 5050的評論 然後 可以給觀眾一個空間 給我平安節一個空間 去找到一個 共同的一個 場域 可以去互相的感受 然後同時 對 所以 也許我的提問 是關於 在這個 氣態的這件事情上 我們如何可以連接 譬如說 如果我們在 醫生者來到我們這裡 那我們 可以用什麼 方式讓他們連接 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在一個表演 就是說 好我現在 呃 有一個運動的狀況 然後 運動完他們的連接 是怎樣的 或者是氣態 是不是一個戒體 或者是 或者是一個 切入思考 切入連接的 氣要 切入 然後 他就 他就 當我們在 處理 會 這個環境 譬如說 他人的結構什麼的 那如果 好像舞者的話 就會說 把整個身體都交給那個人 要去 讓他去 去帶你去走 這樣子 但是你又是 在相信他 帶的方向 這樣子 對 然後 當然 那 嗯 要點是 最重要的要點是 你的身體不是在 一邊在聽 也一邊在跟隨 一邊在掌控自己 它有一個 三項的 的 的關係在裡面 這樣子 對 嗯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就 當你們 坐在這裡的時候 把鞋脫了 那個優點的感覺就會 就是對 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脫節了 可以啊 可以 脫吧 脫吧 我覺得 脫了 那個 它其實是一個 它並不是 我覺得 它並不是一個 練習 它只是一個 你應該要有的狀態 嗯 就應該 你現在是怎樣的 就是怎樣的 那個 回應了一個狀態 對 然後所以它就 就是這樣 真的喔 我早喝啤酒 你怎麼回應我 哈哈哈哈HAHA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laboratories 你看完了就會有喝的 就是你動完了 就覺得有喝 喝了啤酒的感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覺你在喝啤酒 夏imoto 夏二 ass就喝吧 夏 drei ass就喝 杯 це 其實我覺得 拖鞋 就是可以釋放 它原本很脏的那個 嗯 那其實接一接地 这種人人的 嗯 两个字,接近书 两个字,接近书 三个字,两个字 两个字,先两个字 在世界里面,地气是一个字 没错,地气加个气 地气是一个字 哇,刚刚做了一个枕头 可以啊,你可以做枕头 枕头那个,除了它就会干 你睡,你不要睡 你刚刚要喝 因为晒了 晒了,那边是西面 所以一直是 这边是东北 那边是东北 那边是东北 还在吃,把刚刚的吃干净 你不是要跳的椅子 哈哈哈 我是要跳的椅子 我只是看到你的脚架 哈哈哈 好吃吧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 control》 《优优独播 gereja》 《真实怯怯》 任意招 кessан 是否已经可以变成是一种跟人与人和人的一切迁路方式 或者是在做作品的時候的一個 在或是在一個作品 提問的一個方式 在做作品的時候 提問那個作品的 提問的方式 或作為一個principal 一個原則 或一個原理去提問那個作品 所以我要總結一下這個問題 而不喜歡花時間在走路的人 但是我們的行動作就走路 哈哈哈哈 所以就面對了 所以我最想就是那種 我們想最不喜歡的東西 變成自己面對的事情 就像我不喜歡走路 然後但是我去參加那個媽祖鏡像 走八天 連八天或十二天 凌晨就起來這樣 剛好最近也在帶走 然後所以昨天來到這裡的時候 那座山的時候 是蠻奇妙的感覺 我回頭再思考 因為我回去就會看到朋友 在分享鏡像的畫面 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感觸 我心想 原來我在這裡走 對 然後所以其實很謝謝那個阿盤 因為有他帶 我就不用一直是這樣子 我在台灣一直現在開始 就是做作品 我上一次爬山是帶著我的 團員們去山上外排 那那個山我們也都沒有什麼經驗 然後也蠻危險的 但是就是下去的 下索的 所以有一種 你不知道也可能就是因為經歷過鏡像 鏡像是非常多萬人的一個對比 然後但是你有一個信仰就是媽祖 這樣子 然後你走在遠心裡面都還是有一個念在那裡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連結 那在爬山的時候呢 我也在連結我所有的孩子們 以及當他們在水裡面的時候 我去感覺到極限了 要不要救他 呵呵 這種東西 然後呢 其實你又再當下去看著攝影師 在記錄所有的畫面 如果我錯過了 我可能會遺憾這件事情 那如果我不要錯過的話 我該去守護神明這樣 那所以說 昨天在爬山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講反而是放鬆的 因為我不用帶 然後我就看著啊 爬要負起全部的 但是還是看著那個河島跟 Jerana其實也是在 還有包括Andy Elly都在守護這整個team 其實能夠感覺到 所以我有時候就能夠覺察到我們五個 在裡面的流動 他來了 然後現在在哪裡 然後也因為已經太累了 我的意思是說在台灣太累了 所以我也有一個準備就是說 我來的第一天我就要爬山 呵呵 然後我又不愛走路 但我喜歡爬山 但又不是常常爬山的一個人 對香港的山也不認識 所以其實身體的感覺會很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山比較滋潤一點 然後你會有一些聲音是自然而然會被帶動 相對呼吸上面來講 雖然淚可是有滋潤的 但很奇妙這座山是這麼的乾坤 很奇妙然後很不流動 都怕水也不流動 就在那裡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在那裡 搞不好他已經幾千年了 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反而在裡面 你有一種對我來講就是放鬆 剛好因為這些事件我就放鬆的走 那放鬆的走 其實就變成說 是我個人的 我要處理我個人的 也的確是這樣 因為我累 然後我又要選擇我處理放鬆走 以及處理我可以繼續走下去這件事情 我可能有一個參考點就是說 我不讓自己的身體不舒服 倒不是用什麼方法 就是我如何繼續拔走地看回心 然後穩定我看到的土地的狀態 這樣子 可是我發現一個 我多出來的好玩的東西 就是我耳朵 我耳朵開始聽了 因為這個山太乾坤了 所以都聽得到大家的腳步聲 當然看遠的就聽得到 然後就開始聽出來說 誒 這是誰 特別重 但那個人走路腳跟都會旋轉 然後右邊比較大聲 他大概是 大盤 因為正受傷嘛 有一些角度 然後 自鋼怎麼那麼輕沒有聲 自鋼怎麼那麼輕沒有聲 然後後來才問他體重 48 然後我就感覺到他一直在跳躍的走路 呵呵呵呵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去發現 我的我的夥伴們 正在發生什麼事 那啊結果他腳步就特別重 因為他就是一個 啊貨腿去了 然後一塊 就仗著鞋子不錯 呵呵呵呵 鞋子的功能不錯 他就這麼做這樣 然後回去就開始回這邊 就很痛了 呵呵呵呵呵 就開始講這個 其實這次我有講 氣態是一種情趣 不是我活著 你叫我來的情趣 就像這座山我來了 他給我什麼情趣 可以在裡面 因為我想要跟他玩 所以我信任他 我雖然我不認識他 但既然來了 我相信你會想認識我 這座山你會想認識我 對然後就在裡面跟他相處 對 那這個相處不代表 就是我不尊敬 因為他 他一定必須要我尊敬 他 他怎麼勾勾下去 所以說 回到我覺得 提問這件事情 就是說 簡單來講 氣態就是合跟不合 但是 不合的時候怎麼辦 我覺得要合 是簡單的 對我來講 現在 我覺得 不合 合也有他的不簡單 但是必須先解決 你面對你的不合 面對我們所有人的不合 那如果說 如何去面對這個不合 而我們還能夠誠實去明白說 其實不合沒有那麼合 這件事情 那他的過程是什麼 他可以讓我們去 誠實到什麼 誠實出什麼 這樣子 所以我會在想 因為昨天回去也跟阿舅在考慮 尤其是 在這個廳裡面 有一雙第三隻眼睛 那他的功能是什麼 他是否就是我們的眼睛 而不是一個旁觀者 純粹記錄我們在幹 那我肯大也要捨 我們是否跟著 這台機器流動 又或者機器之後 我不能永遠等著說 好整個結束了 然後等你的視覺出來 我覺得那個是被動 以及我如何成為主動 而我在你的視覺裡面看到我 或者看到一個 我們彼此之間的默契的活動 成為一個 我們所謂的合 但在這之前的所有的不合 我會覺得是我們在這段時間 也許可以去 去誠實地定出來的 我覺得不合 例如說 我聽到的 不只是聲音 而是這個聲音想告訴我什麼 或者聲音 聽不聽得到我身體的聲音 如果我不發出聲音 我不用眼睛看 這個視覺能不能 递出我要的視覺方向 或者會不會看到我心裡面 想看 所以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成為對方的眼睛 或者成為對方的力量 或者成為我知道你在我在 就算我們在人 我都知道你在我在 那 這可能就是最後 我們在這段期間 四個月之後的那一個合 那就是我們的轉變跟成長 因為有力 那我會覺得說 未必要合 因為我覺得 就像說昨天在爬山 你能夠跟自己合 就算接納 接納 就像我昨天也滑了一跤 但我覺得也太好笑了 然後 他自己趁說 小心啊 不要滑倒 結果就滑倒 結果滑倒 滑倒 然後拍 還好可能 然後又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明白了 Joanna 她壓力很大 所以很想要鬧她往下 我就覺得這個 還會再像 也會讓那個 她壓力小一點 沒有 咬死你嗎 她的臉 這咬臭好不好 然後我講實話一下 有 我現在很生動 很生動 那個演技 原來原來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整個 正請老人 對 整個過程裡面 大家都轉變 原來是需要一個 時間的鍛鍊 很可能是老天爺 鍛鍊你 有可能是我們彼此的一半兒 因為 老實說 我之前在台灣爬山 因為都有一個目的性 就直接衝了 然後衝到之後真的很喘 很喘 但也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喘過了 我也不知道 會有休息的時候 就一路衝了 然後我也很少 我有想過 如果我自己走的話 我想要用什麼樣的速度 跟這個山相住 可能怎麼試過 我就下山了 呵呵呵呵 因為太一樣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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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想到 因為現在是我這個時間 我走到這裡 有一天我如果走到六七十歲 我又再走回這裡 或者我在經驗爬山之間的我 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氣態可以用想像來想像出來 也可以 我不想像 我很面對 那有一種想像的氣態的話 那會是什麼 我用想像來帶氣態 那那個畫面是什麼 它是有形還是無形 這樣 可是想像卻偏偏 讓我有了過去現在未來 對 而這個過去現在未來 就是我 以及很可能就是我們剛剛在看的 我們剛剛聊到了看表演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無論如何是你創作就是你的故事 你的生命故事騙不了你 你看一本書把它從書裡面做成一個創作 那也是你本人 因為我看的就是更多 對 然後所以說 就是跟自己合了 合了之後就 那是我的事 對 就沒有票化過是我的事 哈哈哈哈 你懂不懂 你要不要懂 除非我們願意一起上山 這種感覺 除非你願意一直持續走進去場 你才能夠懂 除非你在生活裡面就是習慣聽到音 或者習慣練身體 沒有這些 你願意存在在你身體裡面 生命裡面的經驗子 沒有的話 你永遠可以說我的 但是沒有這些經驗子 你願意說懂 那就是 就是想像跟不想像的期盼 就是想像跟不想像的期盼 嗯 是一種 我覺得一種 沒有意見是 比如說它是說 在挑戰我的安全區域的意見 我最近發現我有 有這樣的一個 覺察的 覺察的事情 然後 也因為這個事情 我開始去 我是有點開始去 那種叫什麼 Punishment 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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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罰我自己 會有那種罪惡感 對 那我知道其實 這些 懲罰跟罪惡感 都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 我必須要解決這個 聽別人意見的 這件事情上 我要怎麼去做 嗯 其實我很喜歡走路 然後我也很喜歡上山 應該說跟我從小的經驗有關係 因為我們家族以前是 在山林裡開坑的 所以我從小就是 在山裡面快要去 那甚至在山上 去幫我們這樣 蓋房子 用磚幹 然後去彈樹 把樹背回來 甚至是在山裡面 彈小的時候 就拿著那種豬頭 跟著大人在那邊 墾地啊 幹嘛 然後 大人們從小就交了我一些 關於山林裡的知識 說 欸這個是什麼植物 然後 哪些東西可以吃 哪些東西不能吃 我們怎麼吃 對對對 就狗狗吃的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植物說 這是狗狗吃 就是 因為我也很喜歡爬山 那 走路這件事情 我在25歲的時候 曾經花了45天的時間 用走路的方式 走到台灣一圈 然後還是 就是 最後一圈 所以 我剛剛講 它跟太陽的關係 這個 我也感受 感受 深受 因為那時候台灣都四十幾度 我有時候走在路上 因為我又是沿著海邊走 那個很多樹或是沒有遮蔽米的 那 我必須跟太陽直射這樣子 就是 好不容易沿著3D走的時候 我可能剛好太陽在 今天是早上或是下路 我必須知道 我盡量靠來一邊走 因為 它有影子的時候 我才可以燒 我可以遮它可以下 就可能到下路 要換到另外一邊 路到另外一邊去走 嗯 就 那個感覺是非常有趣 那 因為 我在走路的過程 是我自己跟著走 就是也沒有跟著辦 或是怎樣 所以其實 我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去跟 空間相處 然後去 跟自己 調整 對話 昨天我一到山上的時候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我們從那個小路上去看那一群人 我就很開心 所以我想說 哇 在香港也看得到這樣子 然後甚至我走到街上 還一直沒有在那邊 所以我特地提下來 就跟他聊天一下 然後他就往這邊走 過來玩 這就是不要撞我 沒有 他就從我旁邊慢慢過去去吃草 就是 就是 我進到山裡面的時候 我 其實很容易的 去 打開自己的 不管是聽覺 味覺 嗅覺 我很喜歡聞那個味道 因為山裡的味道 其實跟陳司儀的味道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我 昨天在那邊一直在提生意 就是 哪一種鳥在叫 欸這個台灣也有 這個台灣也有 然後去看那個植物 就是 欸這個藤脈 跟台灣是不是類似的 因為 台灣山裡也有很多這種東西 然後這個植物 好像沒有 這是什麼 我也會好奇 然後也會觀察 地上的土地的 土地的質感 就是用 A5家的土質 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土 然後這邊土 因為它這邊是靠海邊 有海鯊 跟岩壁 就好像 昨天 昨天它也在跟我聊 說 欸不覺得真的 然後都沒有水 那怎樣 我說 另外因為這裡是靠海 那又是島型的地方 然後它也是一個大城的島 因為害怕的關係 可能水分下來的時候 因為樹木稀少 根本不是返場的時候 水是容易直接流掉的 它就直接流到水 它裡面 就不會再跑那個 所謂的水分 所以它 然後再加上那個土 就是它是一環扣一環的 就是環境 跟植物 跟動物 跟人 所以我每次回到山裡面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多 很小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只是 正其中的一個環境 就是有時候 我們 在山上的時候 就是 大人們其實 就是我覺得他們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開放 就是 我們小時候都會拿著那個 鐮刀 或是幹嘛 說啊 我們一人一旁 到山裡面的時候 北路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看那個節目 他們 因為有時候我們 我覺得 山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們 家族之後 搬遷到平平的 那山上的老房子 可能 就是可能十年會回去垮掉了 之後回去我們來自己重新的感情 我印象很深的是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家族 又重新回到山上 那時候路已經都沒有 雖然最早的路 都不是國有 都是阿倫 那我們就要 他們就要靠著記憶 找回原本的 他們以前小時候熟悉的記憶 總會回到那個山中的房子 用走那個山的房子 也沒有路 他們就要重新想像 然後帶著大陸就殘草 一路一路一樣 慢到他們身上 回去 然後回到那裡來以後 當然房子也都垮了 然後大陸就會開始 把一些 炸草除掉啊 幹嘛幹嘛 然後開始重新增 這個環境 那有時候我們 我們就回鄉 就從山上 就回到我們城市 一個禮半沒上去 再回去 那個草又馬上又藏出來 所以 自然是非常快速的在 他不會等你 就好像 我 我們家 我母親那家 他們是種田 小時候我也會幫忙 擦田 然後擦藥 就好像這個田 如果你不跟種 你放在那裡 那個草 它就會一直上來 一直上來 你必須花時間 慢慢去砍那個草 然後 就好像這次走到山裡面 大家都在調整自己的情緒 然後去調整 無法和呼吸 那 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是 除了調整自己的身體之外 其實我有很大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很能做影像 那 其實我在昨天 我其實一直在思考這件事 是 像在 昨天的行為裡面 有代表的是 身體 視覺這個東西 就是 如果我們放下 身體 如果我們突然站住 我們可能就 就時間去觀察 這整個 用視覺觀察 這整個空間 像我們在中間過程的時候 就是 比較像是 我們在看天空 我們在看樹 那 但是在行走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 普遍的很多人 我們是很難去察覺 視作為何的狀態 那可能需要某種訓練 他必須有經驗存在的時候 你知道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 就是 一進到山裡面 然後第一件事 就是先去感應這個山給我 對 他大概是什麼形狀 他長什麼樣子 就是 去感情 去理解他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面對這座山 但這可能關係到 比你走私的方法 就好像 山上的 就是 長輩們 告訴我們下山的時候 因為這裡有石接 他有做接的 但是我們山上沒有接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走來散呢 就好像 有時候我們看到 動物種的受盡 有時候人也會跟著受盡走 那他的腳步往哪裡放 這個石頭的高 你的腳 因為老人家 他小時候跟我們講說 你下山的時候 因為摳很動 那你又沒有遇到的時候 你盡量身體是 斜中 你不要用 直接這樣子做地 這裡是接觸面最低的 就是他們山上的可能 都是這樣講 他們你這樣下去 如果你接觸面沒踩好 就直接滑下去了 所以他盡量是用腳踏側面 下山 遇到比較陡坡的時候 都是沒有這種方式往下走 那 昨天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在感覺 對 視覺在這種過程裡面 他 在表現的事實 那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 我覺得 昨天大大的狀態 都是 還是 比較多是在看地上的 腳步 因為 對 就是因為 你不常上山的 他必須這樣子 因為 這個跟你最近 你必須走 當你還不知道 怎麼行走的時候 你必須把視覺留在這個位置上面 對 然後去 步一步的去跟他相處 那可能走到一種節奏之後 抓到節奏的時候 身體開始有一種 舒服的 走到某一種 你可以忍受那個壓力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去感覺周遭的其他事 甚至可以觀察到其他的 然後觀察到聖靈 觀察到天 觀察到開靈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的 的 這一個工作 我也在 可是我剛剛有講到一個就是 欸我 我對於 整個 我在我自己創作裡面 我在 我在意 這什麼 我感覺的是什麼 在我的視覺裡面 我 我會想要去 去了解一個東西 是我 跟空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空間的關係 它 它 它包含了 我們人的五感 不管是視覺提覺 修覺 修覺 覆覺 就是 影像最後 它只是 停留在 一個 平面的微度 那 我覺得影像的 氣的流動 這個東西 是一種 它對 過去的未來的延伸 當我們看到這個影像的時候 你是否可以 藉由這個影像去 想像到 它的過去 還有它的未來之 或者是它當下之外的其他溫度 那個 那個感覺 對我來說它就展開了某種 氣的流動 那 我覺得我們 每個人對於 氣的想像 最後 其實氣就好像是 很溫溫的 那種狀態的交流 它是一種 跟生命經驗 還有生活經驗 有關係的 一種狀態 就是當我們 離世產生的重點情 甚至我們在對話 甚至我們 走在路上 就是我們查生而過 它都有一種 氣都在產生 其實我們一時刻 都在跟這個狀態混出 那 我覺得會 會回到一種 比較 根本的問題上面 去做 某種理解 因為剛剛隨時 也有講到一種 好玩的東西 我覺得蠻有趣的 是 他說 其實我們 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們經驗過的東西 都不一樣 但是 那你剛剛說是 這個東西不一樣 但是 你還記得嗎 好像叫錯 我記得你說 就不一樣 然後 所以 所以 就是因為不一樣 所以在 在是 你說必須是去理解我們 說我們的不一樣 它才會有空間 可以產生連結 如果我們今天 大家都有想到 我們都站在同一個位置上的時候 那 它就無妨產生那個氣流動 這也是我非常認可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不一樣 因為我們聚在一起 那 我們如何讓 大家 造成某一種平和的狀態 那那個平和的狀態 在 在 流動的時候 我覺得 它就有 可能達到某種 所以 他們講 氣的那個 因為氣可以有好 有可以有壞 它可以是不好的氣 那 很多人在講氣 我覺得都是比較 一種平和平和的東西 有鏡頭 對不對 我們非常習慣有鏡頭 我覺得應該是 很多人不習慣有鏡頭 應該 跟以前 以前去拍照 那個會把我靈魂吃掉 跟那個年代已經差很多了 對 但是我想到一個東西說 如果說 因為我是算習慣有鏡頭 因為以前 在舞團 已經就是有一個紀錄 然後我就是防環的也要感覺 我能夠有一個感覺 我只要鏡頭在那邊 然後我要繼續走 但這個對我來講 是真實還是不真實 對鏡頭來講 是真實還是不真實 那如果我發現有鏡頭 然後 這是不是真實還是不真實 這也是一個 那所以我現在在想說 如果這個做這個 這個計畫裡面 有一個鏡頭在 我們的盒是什麼 對 照片 這個 這個 觀看者的真實 而不是他到底真的真實 我不曉得 就好像 就像紀錄片 到底真實 我曾經跟他討論過有一點有趣的問題 因為我很常愛身體的東西 那因為也會念 以前也沒有念過一段時間他的東西 所以自己可能在看某些舞蹈 或者是身體演出的時候 可能可以用一些自己的身體經驗去感受 那我也常常在拍 有時候我拍到後面我就跟他聊了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影像這個東西啊 攝影師又沒有誠實在面對自己 拍出來的事情很重要 就好像今天一個影像庫 一個人在跳一支舞 其實你現場看他跟空間的狀態 可能能量沒有這麼的平衡 可能他給太多了 或者是他可能不足了被空間吃掉了 但是在鏡頭裡面 在攝影機這個東西裡面 他是可以把它做不住這件事情 他也可以讓他做不住這件事情 就是他可以再多一個程式去把這個東西提起 嗯 那這時候攝影師的第一位是什麼 如果作為一個所謂的 最表層 最表層 你是不是一個層層層的影像 過不住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以前有掙扎過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目前是不是真的 就是 那我必須 那我要做這件事嗎 如果我在現場覺得他表演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我要把它拍到很好 這樣子會不會欺騙了我們 是不是 這件事情曾經有造成我們 疑惑 一段時間 但是 目前我是不糾結 目前我就是 我能把我 最好的東西給我出來了 因為對我來說 他可能可以 跟這個創作者產生某種交往 他可能看到這個東西 如果他 他有慧根或是什麼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他可能看得到 啊 什麼我在鏡頭裡 是這個樣子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喔 原來我長這麼 跳這麼有力道啊 多好 你看這就是我的樣子 很可能是現在科技發達 濾鏡很多 濾鏡的選擇很多 然後就可以想像出鏡子 他可以遮掉某些瑕疵 那為什麼都要濾鏡然後要說 對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 作為一個觀察者 或者是攝影者 我必須去 用某種方式讓他理解 其實你還有這個方向可以走 但是其實你還用到 有那種感覺 但我不知道這個行為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能做就是盡量拍了 把我觀察到的我覺得 那如果那個什麼還沒到 是你沒看到的 那我也認了 那我也認了 我認真 算算算算 我提供我的另外一個四點便利 我提供我的另外一個四點便利 就是他 他 他 他把某些 畫一圈都在畫面裡面 給其他人輸出 那當然也有另外一間的 就是拔出這個哪一方的創作 那 影像這一個部分其實也 征戰了非常久 到現在都 這個 因為他沒有一個絕對 所以我會更希望 影像他 在不管是 我覺得在宗教裡面 不管佛教 或者是道教裡面 其實視覺它就是一種幻象 對 對我來說視覺是某種幻象的存在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的存在 但是它 它可以有各種的解釋 叫像舞蹈 叫像 繪畫 其實觀看 它就像鏡子 對我們來說 影像也只是一點鏡子 反正你內心 要像你跳到 你看了這次 這次 你的感受是什麼 其它是回到你自己身上 所以 我覺得這種東西 現在也不需要太過於躲擊 不管它所謂的真實 或許想 那些事情 它就是一個 時間裡面被擷取出來的某種段落 對 那個段落 如何被使用 我覺得都因人很容易 對 那 那 這個東西當然是放大人看 那回到當下 是我們能夠誠實地去面對當下的狀況 其實它 它才是最重要 90分鐘你在錄 走路這件事情 很多人一定看不下去 90分鐘你都在看走路 一個影片90分鐘長 然後兩個人走路 你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對啊 那 我如何跟它 產生某一種 節奏感 去產生交流 因為影像其實是 以現在來說 它是非常快速的一個東西 很多人 不管是拍劇場 他可能 欸今天有一個人叫我幫他拍我 他可能當作一個案子來接 他就覺得好 你大概跟我講一下你的故事是什麼 你想表達什麼 對 然後我當作一個案子 就直接拍 拍完 我打電給你我就收了 但是 我跟他的工作方式 一直以來都是 我們從很早期 初期的狀態 就一直互相 跟女樂方面見 不管是視覺的想像 聲音的想像 節奏 或者是什麼 我們在講什麼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互相去找到 某一些平衡 也意思給 意思意見 的時候 我覺得 出來的東西 它就會 比較跟 那種 一般的東西 都會稍微再有一點 因為其實我除了 以這部分的創作之外 我也多錄像 也拍紀錄片 然後也在 不同的社會場合去 紀錄這些東西 我會喜歡去觀察 當人們在情緒過後 所剩下的 東西是什麼 攝影師很喜歡捕捉一個 東西是情緒 不管是憤怒 悲傷 快樂 痛苦 但是我在 就好像 今天如果是在一個情緒 很重的場合的時候 我會 想要去 抓取 它想表現的 動性之外 的東西 你今天很想要給我 看你憤怒的樣子 但是我就偏偏 做看你憤怒的樣子 我想去感覺你憤怒 完了以後 剩下的東西 那個東西才是你真的想表達的東西 它的反面 或是它隱藏在表象之下的東西 這是我一直以來去 做影像創作的一個 我自己一直在堅持的一個念 所以它在影像上面 不會給人家刺激念 它不會是一種 一眼可以吸引人的東西 但是它可以慢慢的讓你去看 像我是客家人 那我們就是在山上最邊緣 就是跟原住民一起共存的那一種 那山上很多那種原住民的業 他們也會教我們很多 一些山林的智慧 如果這一片山林裡面 都沒有人去的時候 也沒有人去看你 你要怎麼觀察 他們會觀察野獸的目境 最簡單就是觀察動物 動物走過的地方 代表有某些安全的成分 所在 他們會利用獸鏡再重新拉一條路出來 但是它不會去干預那個獸鏡 因為這是他們要走路 它會避開來 它不會去干預野獸所走的目境 這樣 它可能在它的周遭或是怎樣 然後再延整它的那個 足跡的範圍去 往外拉出一個安全的路線 這樣子 我覺得很好玩是 在山裡生活 他們會去 他們會很尊重 所謂的自然裡面的很多東西 他們會知道我們不是絕對 我們只是去我們所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山上 重點我不肯把整片山出不開 可能完 我們只要我們 這個家屬機構了 夠吃的食物 我只要利用這塊地 跟著粗活要的東西就夠了 不會再過 嗯 大概而已 所以不行 但是我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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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측 你還是會記得懂的 因為我講講講講講見很清楚 哦 聽得懂 真的懂吧 試試看 要的 哈哈 這 講話先 就是 我過往有一個問題 我講話 和相處 太快 譬如我由一數到十 我跟你由一數到十 我可能是一 二 六 十二 你不明白我說什麼 為什麼是一二六十二 一加二加三就是六 然後六加六就是十二 原來我有這樣的理論在裏面 但我沒有把這個過程表達出來 所以這個是 我和人相處的一個問題 直到 直到 我最近做說唱 初衡 做說唱 我要講故事 我講故事 要一步一步一步 這樣跟大家講 我不可以講了故事 然後開了頭 之後就去到結局 然後再回到終局 和我 所以我現在碰面 好自己 逼著我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 講故事 給大家聽 這個故事就是 昨天我們發生的故事 當然我們搭車 大家一起搭車 一起下車 然後有一幫人去廁所 有一幫人在等 那幫人去廁所回來 然後跟著阿盤慢慢走進去山裏面 走了十分鐘 十五分鐘 終於去到的起點 但是 因為阿盤說 我們不可以說話 走路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都以為 我已經開始走山 誰不知去到起點的時候 有時候他才說我們 我們聽 那個才是起點 是的 這樣就很有趣 他們就在那裡指手挖腳 啊 我們等一下 終於阿盤現在要說話了 我們現在才開始 原來 我們現在才開始 先開始不說話 還是開始不先走呢 那他就慢慢置路 讓我們走 當然我們已經沒有說話了十幾分鐘 那好像要說完最後幾句 那樣 拿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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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話了 那阿盤就帶頭 你呀 包美 情形包美 就是電後 電後通常都花不來 打仗的話 那我就跟著阿盤走這個山 那個山 我就 好像是第一次走 但是其實 可能我以前走過 大嶼山 我住在大嶼山 其實 以前都和朋友走過山 跟著阿盤走 很多路 好像很熟悉 那樣 他開始之前和我說 我們今天 慢慢走 一點都不慢 哈哈哈哈 他越走越開心 為什麼 他拿著一支怪獎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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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他上山的節奏 對 後進的人 就是走 聽到的 沒有聽到 聽到 聽到 對 他在 那個節奏 他在 描述 左邊 發生的事情 他通 通 我跟著他後面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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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行山和他們有少少不同 我是彈上去的 因為我本身的力量 很小 我要借助 一個反彈的力量 我才可以彈到自己上去 所以我走路是 阿培就是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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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借了 那支鐵通 對嗎 一點都不慢 因為他有三隻 所以他很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說之可能不差了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問是Metal 是Metal 對 所以 他一點都不慢 但是我也 要跟著 因為我借助地下的力量 然後我跟著他走 走走走走 我發現一件事 他會停 當我走得很順 他會停 我就差點撞到他 為什麼他會停 因為他帶頭 他有責任 看看後面的人 能否跟著他 不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唱到一半之間 他停 幫我回頭 不見了 那怎麼辦 那我就跟他說 我猜 沒有說話的 我心裏面說 當然是 沒有留後風這些 最好 最後那次就有說 大概是十分鐘的路程 即是距離 左右 其實是挺辛苦的 跟著還要走 因為他自己進去的節奏 通通通通過 看著 看著 我看著 好開心 彈下彈下彈下 有人帶著 奧友很安全 但突然間會停 我呼吸就堵住了 有時不太開心 直至我們上去說吃午飯 真的遇見了後面的人 我就猜了可能真的差10分鐘的距離 如是者我等下後面等了20分鐘才上去 你也等了什麼 我已經吃了兩輪食物 也有陸續的人來 風哥上來後 他不知道我們停 不知道我們可以說話 即是已經解答可以說話 風哥就在做手語 然後我就說笑 其實風哥知道可以說話 他也不是不想說話 他是說不懂的 剛剛腹底溫行 當然他可能不是 但他給我的印象 他應該是跟著你的 因為我最後的回憶是跟著你的 但是之後都要等了大概10分鐘才來到 吃完飯這樣 繼續起行 剛才阿埔說 他作為一個帶隊 他有某些壓力 他要顧好全部人的感受 或者考慮很多不同的情況 然後你要走到前面 好像開路 或者是帶領我們走 這樣 沒錯 我們跟著你走 我們是跟著你走 可能有一種安全感 但是為何要辛苦呢 為何我已經會辛苦呢 為何我們會分開三個人呢 於是我也在思考一下 有人戴著 很舒服 有人 有人指揮你們怎樣走 有一件事忽強了就是 我們每人有每人的節奏 我們每人有走來的節奏 我很喜歡彈一下彈一下 這樣走 後面很多人都很喜歡 很急步 或者是慢慢快快 好像阿君漢一樣 喜歡停下來拍照 但是發覺距離很遠 然後我們慢慢就會 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們要跟著你 你有你的節奏就是 通通通停停 然後大家一起停 我跟著你停 去到後來 沒有這個辛苦感覺 為何呢 由水池開始 你叫水池完全是老闆 那我們就完全是老闆 然後我就再沒有見過你了 但是不是的 我見不到你 你見到他 風哥見到你 你在這兒走來走去 看看大家在做什麼 那大家可能走到上去 走到後來比較舒服 可能腹脊溫順了 對我來說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自己走 我不用再停 去到哪裡停 去到老人山就是停 去到老人山 我們一班比較年輕的人 就坐在那裡了 是 比較差異的就是 竟然風哥 幾分鐘就見到他了 我很驚訝 哇 你這麼快走到來 可以站在那裡的山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我們說到後來 哈哈哈哈 風哥說不是 其實他的狀態是很軟的 只不過他需要一些 他需要慢慢去調整 就是慢慢起步慢 只不過他走順了 就可以很順利很快地走到上來 所以他走到老人山之前 他就很輕盈地上來我們 這個就是風哥的節奏 如果一開始跟著阿盤來走 我想可以早點下山 可以回頭 不過我不是走下去 應該被人抬 你被人抬下去 因為很快就下山 叫Uber 有直升機 帶你回去 這個故事就 上去這個老人山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休息了 那天頭很曬 因為大概好像兩點多鐘 那裏有個叫寮望台 我們坐在一邊 因為有一邊有四方形 有一邊很曬 有一邊不曬 但其實不是一邊 原來是兩邊來的 它一個旁邊竟然是兩邊不曬 那太陽只曬到這裏兩邊 一半就曬 一半就曬 那便開始 睡在地上 一半就叫我脫鞋 我初時 無論如何都不肯脫鞋 因為我很害怕蟲蟲 因為我小時候做過蟲蟲 蟲是什麼 小時候做過蟲蟲 我做過蟲蟲 她上到遙望台的時候 她不願意脫鞋子 她因為怕蟲蟲 因為他們會暴躁 我怕他們會暴躁 我怕他們會暴躁 她怕蟲子會暴躁 那會咬我 我怕他們會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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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怕蟲蟲 她是很厲害的 她們會圍著避開我 之後我就開始 拿蟲蟲出來吹 蟲蟲問我 為什麼剛才不是吹 現在吹 我問我 走走走 問問我什麼時候吹 所以我說沒有什麼感覺 我跟這裡沒有什麼連結 沒有什麼感覺 我上去老人生 其實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很熱的人 還有呼吸很不暢順 我就拿一支燒出來 嘗試去調整呼吸 我不急著去吹響它 我大家 做幾下深呼吸 稍微調整了一點 我就開始吹了 第一個音 我還沒決定吹什麼 不要緊 手指放到哪裡吹 沒什麼所謂 又沒有人會介意我的音的排列 好不好聽 又沒有人會去數著我節奏準不準 因為沒有自揮 沒有自揮 因為我又沒有節奏 然後有一件事很奇怪的發生就是 從開始 本來是這樣走 然後它拉上我的腳 再這樣走過去 嗯 那是不是和解 他們不報仇 可能我想多了 可能又 可能我和地面的溫度差不多 和他們融合了一體 所以他們開始排過我 直至你上來我就不吹了 因為其實也挺累的 哈哈哈哈 大家都好像很休息 撕橫遍夜 你說 躺在地下 那這個經驗 告訴我 這件事就是 就是 我們有我們大家的節奏 其實 每人有每人的節奏 你按不到的有些東西 你按不到它 你按不到它 也都不可以硬拉它 它好像阿盆那樣 它有它的節奏 然後我跟著它 它突然停 我就會辛苦 直至我見不到它 但是我知道它在這裏 它只叫我們 給我們一個信心 去吧 那條路在前面 我們在那裏等 然後我們就走了 然後我們走 然後 然後 它就游走走 這樣 一路去 看看我們怎樣走 那它就 將主動權放回 在各位的身上 但是是否大家都沒有連結呢 不是 我們是在終點見的 只不過是大家走的 步驟不同 那我們下山又很開心 因為滑下去 是傷 我很開心 水池問我 我多重 我說我48公斤 所以它又覺得我原來 它看到我 是跳下跳下跳下這樣走 因為我真的很輕 而且我很刻意去滑下去 滑下去 滑下去 唯一一個方法 最好就是 讓身體滑下去 我觀察到 可以每一步都很繃緊 然後很節節 筋筋地 將那一步踩實 你很刻意去踩實 然後才走第二步 為何要踩下去 為何不放下去 為何不踩下去 為何不踩下去 我都算過學你 我踩實 我才走 我發覺我走慢了很多 我又很辛苦 但我踩下去 放下去的時候 我有幾次滑腳 但是我滑的時候 我第二隻腳已經放到另一隻腳 所以基本上就是滑下去的東西 所以就 無所謂 沒有什麼危險 又不是很斜 我知道可以的時候 我就更加胖 大家去到碼頭 很開心 去碼頭之前 水壩之前 還想上我 我會記得你的標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你的心 只是想著啤酒 有沒有喝啊 當然有 哈哈哈哈 即是去到碼頭 大家一個屏路 終於可以坐在地下 即是 可能大家有 不同的回味 我就想著拍照 即是我走完這麼遠 可以去到一個海邊 可以見到有人釣魚 原來有船接我回去 剛巧我那天生日 我回去可以吃吃生日飯 整個過程就是好像 不是很久 但是其實經過了很多事情 是的 中間經過了多少個小節呢 中間幾多個速度的變化呢 中間和阿培撞過多少次 有多少個節奏呢 有多少不和諧的東西出現呢 就能夠寫一個好的 樂段出來就可以了 直接寫出來就可以了 那究竟你不夠計劃做些什麼 或者一路寫下去 即是一路走下去 應該不夠什麼 但是不從廣布到這裡 都會說 考驗分解 從 步行走入 環行這件事情的開始 那 決定環行的部分是因為 因為香港是比較快速的 所以那時候第一個感覺是在不適合的 所以這個環在那個地方 它就會有一種不同的氛圍 在裡面去衝撞 然後產生裡面的可能或不可能這樣 那這個東西就會有很多的情緒在裡面 而我也會有一些情緒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在裡面我無形的情緒 或者就是我的意念延伸到什麼 又或者當下被造成的情緒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多個氣態 那再來一個就是我的身體 在這個過程中透過時間 而有所改變的這個東西 它的變化也是我的轉變 那很可能有一個氣態是第三個眼睛看見 那所以在緩行這件事情 它給了我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不喜歡走路 但我會願意很緩的去跟自己相處的那個走路 是我很願意去在那裡看去經驗 問題是這個 我想實驗看看 當如果我跟著他們的節奏或者是他們的速度去產生某種改變的時候 就是不管他們的行走的速度或是怎樣 我如果能夠同時 就像他早上說的 如果攝影師不只是一個攝影師的時候 我參與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隨著他們的節奏速度去產生改變的時候 影像能夠成為什麼樣子的東西 其實我是想去嘗試這一塊 就是 我並不是一個 一般的攝影師 一般攝影師會在拍攝的過程 他可能看到某種他想要的東西 會 會非常快速的到達定位按下拍 但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攝影師又破壞了空間的整個節奏感 或者是一個狀態的 我是想試試看 我如果去避免造成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東西產生 就是我是符合這個 空間狀態或是速度 或是什麼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東西出現 就是不要用一個很介入狀態去做這個行為的話 會不會打到什麼樣子 我 我在做 我在設想這個研究計畫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把一些事情從外慢慢說 慢慢說一層一層的 說進來去 去 去進行這個事情 或思考這個事情 比如說 我會把 我會在想 欸我現在我有四個月的時間 在進行這件事 那 但是這四個月是不是 每一個月都是有不同的進展的 或不同的重心的安排 所以 我會在想是 OK 前妻 可不可以 應該這樣講 然後因為還有的是 因為研究它有一定的 對我來講它是 它不是在做我知道的事情 它是在做我一些 從一些設定當中 從一些設定做一些位置的事情 那我希望我可以不要 我希望可以去 盡可能去 讓這些位置發生 看會是怎樣 所以這是一個 像 對我在想這件事情的 給我呢 給我自己的一個 框架 就是一個 框架 或者一個 態度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然後 所以回到說 這個題目的設定 或 我再去看的話 是萬一氣態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對這個東西 它既熟悉又過心 因為每一次 當我在閱讀一些 書籍的時候 我好像是 就好像我說的 我看到的文字 都是借來的 然後那個東西 是否真的是在我 真的是能夠 融入在我的韻律當中 去進行 這個是我 總覺得它是很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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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弱 或者是很 對很脆弱 所以 我是在想 怎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可以在 和你們不同的人的 參與 進來的時候 我去拜訪你們的台店 或拜訪你們的 你們的 對這件事情的 看法 要從而去找到 會融合吧 或是去 去看到不一樣的 先去看到不一樣的景觀 然後再進行一下 所以我也不是很想 我 我雖然我有一個大拼圈 或者可以有一個 先有一個問題給自己 或 或者 我會去 去看 你們會用一些方法的 去把這件事情 把自己的問題給解決 但是我也想 先去 先去 一步一步的 去了解不同的人 先觀察 對彼此 可以切入 然後 在後面的時間 去做一些說 我們 共同在做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一些 一些發現 或者是一些 一些發現 或者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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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發現 你們可以 可以覺得它是 對彼此 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對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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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覺得 在現在的這個狀況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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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我自己是很困難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希望 我把我自己放在 我不知道是 是我把自己放在 還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 就是 很多東西 我要去整理 我要去造成 我要去做 就是這樣沒有過程 所以那個事情是會要 我的大腦 會要我的描述 會很困難 但是 不過我覺得 也許這是一個 此刻的狀態 或此刻的東西 我需要去 那我也是相信 我相信我是可以 幫他 舒適好的 而對於 不行這件事情 其實 我 啊 對了 我知道我要講什麼 就是 我對於不行這件事情 其實 我 經過昨天 我會發現 真的是 你怎麼設定這個證實 怎麼進行 或 這個設定是很重要的 然後 同時我很期待的是 我會問我自己 到底我的身體 可以在什麼樣的一個限制底下 可以出現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因為 因為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 對我的身體 我覺得我現在準備好了 因為 我身體已經養到現在有點發胖的狀態 所以 肚子 看出來了 對 肚子都出來了 那我會覺得 我該是 應該是可以 去問問我的身體 再重新觀察我現在的身體 它 是不是有些 質感是可以帶出來的 對 對 因為我以前 就是因為我真的是 太乾憋憋了 就是真的是 乾到好像 支撐自己的身體 都沒力 就 就好像 我受傷了 就那種感覺 那現在我覺得 好像我的力氣 是到了一個 就我的身體狀態 是到了一點 我是可以 可以拔一下它 所以我很希望 可以在不同的 正視當中 或局限當中 去發現 我的身體是怎麼樣的 一個狀態 那當然 對於說 我個人在前期的 所謂的 階段性的安排當中 我也有一些想法 就比如說 因為我之前一直在累積一些 動作研究上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 或者一些練習 或是方法 它是一些練習 那我會在這個空間裡面 再重重 重新去練習 一些練習 去找我的極限在哪裡 這樣 這樣 或者是 對 先是這樣去想像 這個 就是說 就是因為 就是我 我本的 對 然後 我 不放棄 所以 其實它走了四年 四年裡面 客廳不斷 所以 這個氣面 就會斷 對 然後 走到現在 剛好進入 來到香港 就是走進這個 關心鎮的這個 這個 氛圍裡面 之後 其實是 其實是 一個平行 就是平行 因為 就是我 我很靠這裡 對 那 我會怎麼走 也是因為 我一直這樣走來 而我現在 再繼續走的時候 就像昨天的爬山 就是現在的 然後 也已經不是 不是去年 的 這種感覺 所以 我是真的想 因為是我自己 然後 但是這個我自己是 透過非常非常多的關係 造就 我們生命裡面的 情慕愛 哗哗 痛 感激 所有的美好 都在學習一個 關於愛 所以我在想 這個氣態跟身體 無非是一個 愛自己的一個過程 那 能夠 能夠走進 愛自己這個過程的時候 嗯 我覺得很多生命 都能夠共存 這種感覺 那 如果我們中途任何人放棄 那這個氣態 可能就是 就是告一段 有的拋往裡 別的地方繼續留 那 我就不會再回溯 呃 一年前或兩年前 我們談過的事情 但也因為談過的 我不放棄 所以一直在這裡 而又剛好遇到我的作品 這個作品裡面 也是在講關係 這兩個字 其實很好玩的是 雖然我沒有跳我的作品 但我仿佛這兩個人 就是我跟阿潘的故行 我也想過說 我會怎麼跟他故行 而 在這個故行的時候 都過了 是什麼樣子 我是否已經 不是那時候的過 因為 別離對我來講 那時候的故行 非常的重 所以你剛才談到 那個 愛自己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 如何 愛 對你來說 這個愛自己是什麼意義 因為今天我們很多時候都 這樣幾個字 放在自己的口邊 對吧 但是 如何 這樣幾個字 變形是一個行動的變形 是一個 在 永遠在考驗 對嗎 平衡 對 平衡 它跟這個世界 跟自己相處 有什麼關係 嗯 其實就像昨天桃山一樣 一模一模 原來是因為 我們不放的氣 然後 我們明白 你在我在 這就是愛 就像我們上午在談的 可跟不可 原來需要去面對不同的這件事情 我們都是不同的個體 它就是裡面的不可 所以會有很多聲音出來 但是 你會發現裡面 原來你願意跟自己合的時候 我們的結果是很美的 我也覺得 我自己 經歷過一個 我們不可的過程 所以 對我來講 愛自己就是去面對不可跟合 然後 這個不可 你會跟它道別 這個和 你也會跟它道別 然後道別後 又有它的和 跟不滿 不斷的一直在很差不多 去 去 去跟自己的天地去做結合 那當然 雖然說 嗯 愛自己 那十三個字已經開了 是一個符號 但也不得不 不說這句話 哈哈 不得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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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